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結果果不起來他就棒球打人 哇 夠猛嘛 棒球打人 棒球這件事情 在之前是鬧得沸沸揚揚 在台中嘛 對不對 你明明知道 傅國淵是有黑道背景的 你還把他變民眾黨 果不起來他就棒球打人 然後雲林找了一個叫做 陳以立 他說他是暴力討債 天啊 你敢有臉去說嗎 我說的真的不能理 王婉宇搞不好有更多資料 如果再講王婉宇的話 搞不好全部爆出來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就講民眾黨 暴力政黨 民眾黨 黑金黨 民眾黨與黑金掛鉤 你認為民眾黨的這些議員 這些立委候選人 比如說他們派一個人跑去中和選 我們直接說你們是暴力黨 你要到中和要拿棒球打人嗎 那王婉宇指控民眾黨這個樣子 然後柯文哲也都沒有反駁 他怎麼反駁 他都沒有說這個講的是真的假的 他完全沒反駁 你知道言清廟這個事情有多嚴重嗎 因為這影射到是有一群黑衣人 為了抗爭那個環保公司 據瞭解言清廟跟中東極的關係 根據王委員說他們是關係很好的 所以他們共同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 然後呢你就是跟中東極 中東極直接說了 他也講了嘛 他跟柯文哲是兄弟啊 他要幫他募款 又是錢 柯文哲我問你這件事 你除了錢以外你還有什麼價值嗎 只要有錢你就變成是人家附庸嗎 這件事很糟 那當然不用說言清廟 從頭到尾再過去就是這個所謂的戰友 國有滴他小孩子 所以從頭到尾來看 王婉瑜這一次說的話 讓大家覺得一句話說 原來今天年輕人最厭惡的是什麼 年輕人最厭惡的事情 是我開個車沒事幹 就被人家棒球打頭 結果你找了議員是棒球打人 年輕人最忌諱什麼東西 你竟然會討戰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被討戰 然後被這個很嚴重的毆打 你竟然跟這些為伍 你有什麼資格 召開年輕人上街頭 談司法正義 笑死了 對 這個王婉瑜這次可以說是大爆料 完全是掀開柯文哲的真面目嗎 那我們知道柯文哲在網路 在年輕族群佔有極大的聲量 非常多年輕人是支持他 但問題是現在嚴格檢視下來 會是不忍阻賭嗎 是完全不堪文問嗎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年輕人 是不是也有發現不對勁的 我們看到當天包括有女性的朋友 馬上就說柯文哲有仇女的言論 再來也有年輕的學生 就說年輕人不需要柯文哲 當然是被柯文哲的支持者 打成是職業學生 再來現在網路上也在賣這種T恤 說我不磕頭 我不投科 所以現在整個的網路跟年輕族群 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開始發現柯文哲的真面目嗎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自從講了什麼太監說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話之後 其實尤其是重啟服貌 重啟服貌對他殺傷力非常大 其實他本來是20到49歲 都是領先的這個層級 可是突然有一階下去了 就是30歲到39 那30到39是什麼時代 就是太陽花的時代 那一階就突然輸給了這個賴清德 所以你說他整個過去的談話 包括服貌 那以為大家都好像沒有傷 現在整個看 當然20歲到40到49還是領先的 可是中間30到39那一歲經歷過 陪他經歷過太陽花那一段年輕人 已經發現他都在講謊話了 都已經發現他已經是 這個說一套講一套了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年輕人也是慢慢在這個覺醒 你現在去看那個年輕人 到底要不要投給柯文哲 他們只是過去都是充滿了 那種比較愉悅的態度說 對啊 我就是喜歡他或怎樣 但是你現在不斷地重複再去問 我不管 我就是要投給他 所以說那種態度其實已經變了 像這樣子說我不管我要投給他 他其實已經知道柯文哲那一部 還有他柯文哲本身講話 已經是不符合這個整個時代的潮流了 整個不符合整個國家領導人的規格了 所以他現在只是年輕人來講 可能也許不願意承認說 我過去錯了好幾年 但是到了投票的時候 就會像這場游行一樣 我口頭上面都說要支持你 但是我要不要站出來投你票 要不要站出來支持你 我還要回家想一想 這個就是充分證明你的民調在虛胖 虛胖的要命 而且保證在那前面都是館長的鐵粉 館長的鐵粉可能比柯粉還多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真的是莫名其妙 然後你遇到你每次都說 這個他也殺傷力最大 就是說你都每次罵 藍綠什麼就是很傳統很權威怎麼樣 藍綠什麼都得不民主 那這部分藍綠什麼之類的 問題是你這次就顯示說 你也很不民主啊 只要有人聲音跟你不一樣 你就開始攻擊他 我們懷疑全場都叫好 他唯一的缺點就沒有 順便連那個黃國昌一起罵 他還是放過他 因為史黛麗讓這個黃國昌 還是一個成員嘛 所以他是沒有罵他 但是罵柯文哲的話 有點錯 有一點是錯的嗎 沒有啊 你七八年就去跟中東頂 朱立倫都不會都在選舉的時候 要迴避中東頂了 那你老兄你覺得你很厲害嗎 你就可以不用迴避中東頂嗎 然後這個學生我去監督你不行嗎 那你就說我是職業學生 那個就是無知嘛 什麼叫職業學生 那他說 他說王婉玉在上面罵黃國昌 那柯文哲也可以跟我講說 王婉玉罵了黃國昌什麼 你是不是得幻聽啊 幻聽是不是要道歉啊 你是不是得幻聽啊 柯文哲是不是護黃國昌心切 對啊 不是說他要故意去扭曲王婉玉的談話 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八成都沒有在聽 王婉玉講什麼嘛 然後呢 那你也說不出來 王婉玉罵黃國昌什麼嘛 他也罵他也講不出來嘛 要不你說王婉玉也罵黃國昌什麼 你講啊 我不要聽他講不出來嘛 所以柯文哲這是乖乖認齋 說認知錯誤 對 他是說我自己認知錯誤 認知是什麼錯誤 阿伯幻聽你就講你幻聽嘛 還是你心裡面就覺得黃婉玉罵了一堆人 罵了我柯文哲怎麼可能不罵黃國昌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遊行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本來就是柯文哲的主場 你看他對於這個所有參加的人 多麼的這個不公平 民眾黨團每個黨團成員上台 還可以各自講話 國民黨就很慘了 國民黨又被虛 然後下面還做個牌子叫歌喉戰 歌喉戰這個不是臨時的虛聲 那些是打印好的板子弄在那邊 那你不是一早七早八早 那個就出來要來嗆喉了 那你館長還好心好意的說 我邀請這個我大哥第一個就同意了 我覺得這場很虛位 這樣有點虛位到家了 是不是早就設計好要割喉戰 對要割喉 那你還叫喉來送死嗎 那喉自己講話講得七八八的 那當然你也表現得很不好 但是這場我們就看到一群偽君子 明明都會兩個人主辦的正義 主辦的正當性已經不足了 一個有居住正義嗎 一個有社會正義嗎 有公司法正義嗎 沒有嘛 所以你就吸引不到群眾 館長說要改成秋冬再辦 館長我告訴你 你秋冬再辦也一樣 可是說不定人更少 然後你這根本就是你的主題不對嘛 而且你主辦人不對嘛 主辦人是這個居住正義的人 自己的土地上面這麼多的房子 你覺得年輕人是傻瓜嗎 那你我配合去參加 我不是認同你們這種居住正義的定義嗎 所以你如果你王國昌跟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的話 你不管是秋冬還是哪一年再辦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人政深政 你這個發起的活動才會政嘛 那你自己要質問 那你的柯P你自己作證嗎 你被王友毅三兩下 這個小政炮的媽媽三兩下就幫你講倒了 那個黃國昌也是啊 從頭不敢講居住正義 那你這種活動 你這種活動你哪一個時機辦都是很 都一樣啦都是沒有人 那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你辦活動你先把黃國昌你就防止到 要不要處理一下 那你這個什麼 這個館長一些若干的問題 然後你柯P對女性歧視的問題 你到底要不要道歉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道歉過 什麼婦產科開始啊什麼 你就說我就是婦產科 都是這樣一語帶過 我覺得到了這個 國家領導人檢驗的程度了 你不可能再像過去蒙混過關了 藍白正義現在都說嘛 因為是居住正義嘛 所以就是狂批中央 你們到底蓋了多少設宅 那我們看到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就出來回應 他就說有信心在八年內 要達成二十萬戶設宅的目標了 當然這個戶數是非常多 是需要時間的 畢竟蓋房子沒有那麼快 但問題是 那如果要檢視中央蓋了幾戶 那同時擔任雙北市長的 柯文哲跟侯友宜 難道就不需要被檢視嗎 余將軍怎麼看雙北市長 柯文哲當然綠營是有說 滿口居住正義卻沒有實際作為 而且你柯文哲跟建商財團 站在一起 帶頭助長房價跟租金嘛 所以柯文哲跟侯友宜 在他們自己的任內雙北市 又做了些什麼呢 我講要蓋社宅 這是解決一般住宅的需求 是必須要推 我想各黨派沒有人反對 可是社宅的蓋只有中央蓋嗎 還是要結合地方 你地方要提供出足夠的配合度 中央地方結合 這個社宅才會創造人民的雙面 這重要概念 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對 那要共識 而且說不要搶工 我中央可以提供你相關的資金的補助 那地方你檢討相關的土地 然後你如果不夠 中央來協調 一定是中央地方相互合作 創造人民最大的雙翼 而不是中央校正地方 地方反批中央 這最大的輸家 就是站出來這些人 對 如果說中央地方好合作 那我講中央釋出善意了 那你地方的配合度如何呢 如果說你今天你不是地方首長 你是一般出來抗議的百姓 我覺得你有權 因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到底地方跟中央出了什麼事 我覺得侯友宜關柯文哲 你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到底中央地方出了什麼問題 對 你要不要講清楚 內政部長林又昌有說 他們中央發爆了1700多億 然後就是補助地方 包括土地跟資金 對 那就看地方做了哪些 對 你地方不能說兩手一攤 全部丟給中央 那中央來了一些預算 如果你覺得不足 那地方是不是要提供一些相關 因為人民是你要照顧的嘛 你的市民你的縣民都是你的人啊 那中央能夠給多少補助賺到 那在自己籌款 讓人民可以獲得最大的社宅 在桃園就蓋了上萬戶 桃園光桃園區就蓋了上萬戶 那你說這個對人民有沒有有幫助 而且這個社宅 不是讓人住進去之後 永遠無期限的住 它這有點類似我們軍中的職務官社 它不是說永遠都讓你住 住到你退伍為止 不是 就是初期剛剛進入部隊的低階的士官 或是低階的軍官 你買不起房子 那先住在部隊的這個職務官社 等到你階級慢慢高了 你足夠的這個成本可以買房子 你出去買 這個位置要讓給下一個需求的人 所以說社宅在各地方政府 它有非常精準的評量哦 你的全家收入在多少之下 你才具有住在這個居住資格 如果你繼續住 它每年它的租金是成長的 也就表示說這個社會住宅 不會成為某些人長期霸佔運用的房舍 那其實分配的問題 我一直在講你蓋再多 好20萬戶30萬戶100萬戶夠不夠 如果沒有完成分配不夠用 而且這戶數其實跟地點息息相關 非常有關 因為那一根當地的房價 絕對是成正比嘛 你那個房價越高的地方 當然就是需要社宅的數量越多嘛 你如果說像有人在質疑說 林永昌那你在基隆市長 你蓋了什麼社宅 問題是基隆市的房價是比較偏低的 他那邊會需要很高 很高的數量的社宅嗎 當然不是嘛 一定是雙北市需求最多 我就講早期在軍中的所謂的軍宅 軍宅最搶手就是雙北 你到桃園 你到台中 你到高雄 需求就低 因為房價比較低嘛 尤其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那個眷村幾乎不在那裡改建 因為改建以後住不到人 曾經國防部有在哪裡 在大溪蓋了眷村 蓋了這個軍宅 賣不出去 還叫我說還有餘額 眷村餘額要不要去 所以最需要蓋就雙北 因為雙北的房價實在太高了 那重點就來了 最需要是雙北 那柯侯兩位呢 是有沒有能不能拿出來檢驗 還是說沒得檢驗 所以現在是倒打中央呢 柯文哲的做法就是說 當你沒有做好的時候 他就先指 中央政府你蓋了多少 你來講 那現在陳建仁說了 陳建仁講了 他把戶數二十萬爆出來 一定會完成 那柯文哲要把你八年蓋多少戶 檢驗一下 我也蓋了 那你當時競選支票開多少 八年做完市長 你完成了多少 你完成了 不要說百分之百 你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你再來叫板 因為你八年的政見 你都做到了 那這個有沒有包含中央協助你的 你不要全部攬工 蓋得好歸我 蓋不好歸中央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 講清楚說明白 為什麼你要選的是總統 你要負責是全國民眾 如果你連台北市的市民 你給予的承諾都跳票 那你未來未面對的 全中華民國人民 你要如何給予他承諾 還有誰會相信你的承諾 所以你問的事情 陳建仁答覆你了 台北市民要問問看 柯文哲市長 老市長 柯老市長 八年來 你到底幫我們社會住宅 做了多少貢獻 爆出你完成的戶數 對的確 擔任過雙北市長的柯文哲 跟侯友宜 你們都要誠實面對自己的政績 而是說 當你沒有做到的時候 你就開始砲打中央 把責任推出去呢 那現在我們看到 因為七一六這場遊行 侯友宜也有參與 問題是 他在上台 是被底下的人給虛報的 這個要吼下台的 那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新北市議員呢 就有踢爆了 底下那個吆喝的 就是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來原知 這個侯友宜去參加最場 是有被設計的感覺嗎 沒有被設計感覺 我覺得去總是比沒有去好 那現場很多顆粉 那侯友宜如果講到 讓他們覺得說 是不是有點像是選舉口號 他們就沒送了 因為他們當然是希望 柯文哲當選 所以侯友宜喊出什麼公平正義 侯友宜的時候 他們認為你在喊口號 就像如果我喊 原知原味 葉原知 他們也許不會怎麼樣 這個就當做一次經驗 下一次去面對到不是同溫層的人 要講他們想要聽的話 就是說他們 侯志寧是不是想說設定這些 可能是反律的 所以可能是對侯也是相對友好的 對啦 可是實際上 都是柯文哲的人 實際上就是柯的比較多 因為被人家發現說 那個就是張海軍中央委員 他去年是代表民眾黨參選新店的市議員 沒有上 其實我們都認識 那這個你面對柯粉 當然要講他們 就不要太宣傳自己 就是說今天訴求是居住正義 或司法正義 就多講這一塊 我是覺得學一個經驗 沒有不好 就是能夠撈多少算多少票 沒去人家就說 你不敢來 侯友宜你是不是有什麼凱旋院 不敢來 去把它說清楚 但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不要一直把混在一起 就是說侯友宜你家什麼房子租人你就不能 你又不能主張居住正義 我覺得這兩回事 反正有錢人 蔡英文也很有錢 他難道我們也主張他也想居住正義 因為政府有責任 讓大部分人都有房子可以住 我們也不能夠把所有的房東 好像只要是房東 因為所有的房東都希望他的房租高一點 這人質場景 可是你要看所在地點 就變成說 主要的客戶是哪些人 你不能 那有些房東本來就租給學生 那有的房東他就是願意 那你不能說他一定很壞 這樣子也不能這樣 那重點應該是我們是要求政府 我們要求政府 你要做到這一點 你有沒有讓大家都有便宜房子住 政府本身要責任 那侯友宜當然他要選總統 那他也必須要告訴大家說 我的想法是什麼 還有就是因為他做過市長 如果他是個素人的話 那他當然可以喊很多口號 那他是市長 人家檢驗他在西北市做的怎麼樣 那這一屆其實市政府在去年三月 有把房屋稅知識條例送到議會 但這一屆我們議會就藍綠對立太嚴重 其實大家可以去查那個議事入 國民黨的書記長 還跟民進黨講說 不要動不動 就一直要安排侯友宜來專案報告 我們還有很多自治條例要討論 房屋稅自治條例很重要 我們書記長還拜託民進黨說 可不可以來討論這個 那民進黨就一直覺得說 哎呀為了要案很重要啦 侯友宜要來啦 後來就吵得不可開交 很多議事都開不下去 他已經第二任還在拜民進黨就對了啦 啊你要你要 我在講那個是發生的過程嘛 對啊 所以所以實際上民進黨也要負責任 那當然國民我覺得大家都要負責任 我有執政民進黨要負責任 因為他在議會 他一直杯葛議事嘛 所以大家我們國民黨說 希望討論這個房屋稅 他們一直杯葛議事嘛 那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負責 我也不是說國民黨沒責任 但民進黨他在議會也沒有提到 他們一直講衛藥案恩恩案 也沒聽到他們講突然房稅 大家現在就是說民眾現在有這個訴求 大家就好好把他推動 因為我們現在臨時會要開了嘛 就來討論 不過老實講房屋政策是很長期的啦 其實也都有在做啦 不然怎麼會有什麼房地合一稅等等 當然討論到這個問題 也就在於就是說 現在年輕人所關心的嘛 那這場遊行是真的在關心年輕人嗎 Rate哥因為這個我們看到館長就說嘛 秋冬還要再辦一場啊 所以呢秋冬再辦 真的就能夠號召到更多的人嗎 有更多的年輕人會來參與嗎 館長那麼是個五人 所以呢他講的話 就把他內心裡面想的事情 就講出來了 連館長都不滿意人數嘛 如果滿意的話 幹嘛秋冬再辦一場呢 我建議啦 如果你們大家認為說 要給民進黨一個教訓 每個禮拜辦啦 很簡單嘛 每個禮拜辦嘛 你從現在辦到這個投票前嘛 每個禮拜天你去把這個 所有凱到的這個相關的路權 全部申請佔滿完畢嘛 看你們有沒有本事辦給我們看嘛 對不對 你不去檢討反省為什麼 到現在黃國昌有跟社會大眾道歉過嗎 就他自己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就他自己本身的 為什麼你們家的菜田 這個保護地會變成的 種出了那個本田跟這個豐田嘛 對 那提車場的是你們家的危機 為什麼起一層樓高 四層樓變五層樓嘛 你們家後面的陽台 為什麼漸這麼多國有土地嘛 昨天視察嗎 跟我一起上節目 還他一個料水的機器 下面還有各式各樣的這個 等於說相關的食籠都弄上去了嘛 看起來沒有青苔 是不是最近這幾年才弄的啊 而我們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我是學法的 我是學法的 所以呢 國有財產署你30年 為什麼到底不能跟我講 我去佔用到你們土地 為什麼不跟我講 那個像什麼 像什麼 無賴啊 耍無賴啊 違法還聲音這麼大聲 如果是我去佔用到鄰居的土地 然後給他蓋違建 鄰居現在要來告我 還是跟我complain 然後寄存證信 我跟他說 你30年來為什麼 你這個鄰居很可惡啊 30年來我佔用到你的土地蓋違建 你為什麼都不跟我講呢 還過別人 不理要荒謬嘛 所以呢 這也是解釋 現在更好玩了 現在在解釋 我不是 有外國的媒體發現一件事 其實我也發現 為什麼都是男生 女人 女生很少 你知道嗎 真的很少 從這裡面可以發現 你的這個粉絲裡面呢 有這樣大的一個落差 當然更多的這個殺豬傳奇 我們看到更多的 大男人主義的殺豬的男網友 竟然在裡面污衊女生嘛 污衊女性說 因為女人對不對 女人 女人都想嫁有房子的老公嘛 女人都不老兒子或什麼 結果這些網路仇女厭女 最後造成 我怎麼會去支持你嘛 網路上面包括PTT 很多人都說 我的女朋友 我的女同事 我的這個女性的親友 很多都不支持他 因為他發表歧視仇視女人的話 我說的就柯文哲啊 柯文哲蠻厲害的 今天能當大家問到他說 為什麼716這個遊行是失敗 剛剛講得非常好 如果你表定是10萬 好不好 至少來個5萬吧 你來了一兩萬而已 兩三萬比較破風 我說的 來個一兩萬 那當然是失敗的嘛 因為你沒辦法 撈那麼多人來嘛 你沒辦法撈人出來 這就是power 政治沒什麼 就是power 誰有實力 誰就老大 很簡單嘛 槍桿子出政權就是這樣來的嘛 誰有實力 誰就老大嘛 今天 那麼面臨到人來少 人家柯文哲今天面臨到媒體 問他的時候 他怎麼說 這個活動根本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沒有關係 我們民眾黨是來賓 你知道柯文哲厲害啊 今天如果來了10萬20萬 感謝大家 我非常的感動 你知道嗎 那結果今天來了一兩萬 這個活動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民眾黨 我們是硬要來的來賓 到前一天 到這個我記得是716還是715的時候 那柯文哲的臉書上面 還剛好貼了一張柯文哲跟館長 還有這個黃瓜 相關的合照號召大家一起來 突然間就切割了 所以你不 這也是蠻有趣的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不是 不是欣定黃國昌可以接法務部長嗎 結果現在說 不一定要人家當法務部長 不一定幹嘛 現在有點轉向了 今天我來10萬個 來20萬人 不要說法務部長 副總統人選都可能有啊 我告訴你 現在還想法務部長 沒有啦 你知道嗎 這次就是這麼現實 這次就是這樣切割嘛 所以呢 事實上剛剛大家一直在講 居住正義啊 我忍不住要回一下這個葉原資 為什麼 他們一直在講說 現在委託產權公司 我委託產權公司 我去當 讓他去當二房東 我不管 請問房子收益是誰收的 不是你收的嗎 就算是這家公司 就算是這個侯友宜三個女兒啊 那麼就算是侯友宜的岳家 然後就算是侯友宜的太太 所有的錢不只有你們收的嗎 錢還是進了你們家口袋 你們合法的 我沒有籌付喔 我並不覺得說他們家 什麼99個門牌 還是103個門牌不對 但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嘛 你可以做得比較漂亮 你們要選總統嘛 你們要參加居住正義大遊行嘛 沒有你們比較漂亮 已經漲到一萬六了 沒有你們打個八折可不可以 打到對折太遠你會有信透 打個八折給學生嘛 你指定就給學生 學生為什麼 學生窮嘛 學生不是要靠打工 就是要靠家裡的父母嘛 所以給學生來 好 你要說你不敢 不敢 你有一百多間 沒有你們二十間 文化大學跟附近的這些學校 這些學生 中低收入戶 給他們住免費的嘛 有沒有 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你在跟我講說 什麼叫做安心租是不是 安心租沒錯 一萬六拿出來就安心租啦 對 一萬六不拿出來 什麼安心租 你們租都租不起了 租都不給你租了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居住 真正所謂的一個居住正義嘛 剛剛總統都講到了嘛 房 侯友宜說 民進黨七年不打房 皇帝合遇稅是什麼東西 平均地權修正討案是什麼東西 這些建商投資客 挖挖叫是什麼東西啊 一句話就把它否定 人家所有的一個努力嘛 誰說沒在做 要不然就說人家 過去七年 如果按照郭台銘的講法 我們好像是晉慧帝 時代的老百姓 大家饑荒黨 把頭搖到要死對不對 過完年 大家才拿過六千塊新台幣 如果台灣的政府 中華民國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 沒有我們的經濟 沒有發展 你也可以每一個人都爽領 六千塊 新北市政府一樣超收 超收稅額 一毛不拔 一毛錢都不給你 新北市四百萬的市民啦 是 范老師 怎麼看這場大遊行啦 柯文哲是最大受益者嗎 還是被看破卡手呢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這場七六大遊行 可不可以算 頂多兩萬多人啊 但是我們看看 二零一三年 當時的洪仲秋的示威 因為洪仲秋在軍中 被破這個凌虐致死 當時是八月三號 八月三號比七月應該更熱吧 多少人出來 二十五萬啊 所以你這次兩萬多人 零頭而已嘛 所以我們看到海水退了 誰有沒有穿褲子就知道 所以就看出來就是什麼 柯文哲館長 還有你們基本上 全部都破功了嘛 還有這個 所以我覺得今天包含這個 這個華國昌也是嘛 網路上很受歡迎 館長上網 很多人的點閱按讚 柯文哲也是一樣啊 柯文哲只要出草 這個無人信免 看起來在網路上聲勢好大 結果呢 站出來了多少人 就兩萬多人嘛 就我覺得這一次是直接打臉 黃國昌 直接打臉館長 直接打臉 打臉柯文哲 你們三個人說實在 真的動員起來 沒有人出來 所以我覺得就看 有人柯文就說不行 不要不要拿紅色修飾 這個筆啦 這十年前啊 那時候極端氣候沒有那麼嚴重啦 天氣沒有那麼熱啦 拿這個來當理由 所以我必須要講啊 這說不過去啦 十年前的八月份還是很熱 所以不要拿氣氛來說搪射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為什麼說 男女比例是九比一 女生都不出來 就是你柯文哲長期以來的厭女 或者是仇女的言論嘛 對女性歧視嘛 我必須要講啦 這一次出來的人 看起來都是二十歲到三十歲的 看起來都年輕人 為什麼你們的女朋友也不出來 或許這些人也是有某種厭女情結嘛 所以女朋友不跟你出來嘛 女朋友不跟你站在一起嘛 大家不要忘記二零一四年 當時太陽花學運 我到現場看 女生是比男生還多耶 我們今天看到像賴品瑜 我們那時候女生那麼多 對啊 女生很多啊 女生都在帳篷裡面啊 那為什麼這次女生沒出來 結果他們還找出一大堆 柯粉還找出一大堆理由啦 怎麼女生怕曬黑啦 搞清楚真的是女生 現在防曬的這些東西很多嘛 不管是衣服帽子 或者是相關的產品 真的會站出來 女生不會因為太陽就不出來啦 用這種方式來歧視女性 女生嬌生冠陽 女生不敢曬太陽啊 甚至說什麼 我們談居住正義 臺灣女的女生的房子都是男生買的 女生不買房子 房貸都是男生在背 對 男生在扛的 完全歧視女性耶 你現在去看我們這個房子的 這個所謂購物中心 女生買房子非常多啊 甚至臺北市女性持有房屋的比例 還高過男性 再來我們知道這個柯文哲最崇拜誰 最崇拜毛澤東 對 毛澤東有一名言叫做 女人撐起半片天 在臺灣我們目前喔 女性的人數是高過男性耶 女生是一千一百八十一萬人 男生是一千一百五十三萬人 有三十超 女生比男生超過三十萬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柯文哲你不要女性的 你不要女生的選票嗎 你只要直男嗎 因為我們知道什麼叫直男 就是在言語上很直接 然後可能得罪人 對女性不友善的言論 人叫直男嘛 對 柯文哲這個直男 難道你只能靠直男就要當選總統嗎 這不可能 所以我們看到柯文哲的天花板 隱然所見 第二個我們看到這次來的人 大概都是在都會區 是他媽有看 大概都是住在這個新北 雙北地區 所以表示柯文哲 他的票沒辦法擴展到怎麼樣 第一個年齡層 他他在四十歲以上他沒有票 第二個他沒辦法跨過左水溪以南 就為什麼我們看到這個吳子嘉說 你在高雄辦的活動 沒有人來參加只有三分之一 對 所以表示什麼你在南部 中南部沒有票 這個跟韓粉不一樣 韓粉第一個 他中南部是有票的 而且他動員組織 他們是自動自發的租遊覽車 參加韓國瑜的活動 你看這次有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 柯文哲 他最大的天花板已經看見了 第二個 我們看到這次活動 柯文哲是最後講話 前面一個人是誰 是侯友宜 侯友宜講完之後 很多人就閃掉了 他們就說 反正柯文哲不會來了 柯文哲不會參加了 這種謠言士氣 表示柯粉 他並不是真的是 對你柯文哲的支持 是致死不渝的 他們看到風向不對就走掉了 所以我們看到到最後投票 這些柯粉 可能是讓柯文哲 是看得到吃不到 范老師 因為你在校園 校園的年輕人 對於柯文哲 到底是什麼樣的態度 我覺得當然還是 因為他年輕人 那制度非常高 只是說現在是不是漸漸發現 柯文哲的這些諸多的言論 前後矛盾 這個真的檢驗下來 發現根本完全不對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結果這一次你看 郭台銘出來 還有人叫他爸爸加乾爹 所以我支持柯文哲 一個引誘是什麼 你的支持者 其實對郭台銘是 起碼他們不討厭 不像侯友宜 是完全厭惡 那這個時候你看 如果郭台銘出來選總統 跟你柯文哲的票源是重疊的 所以我覺得看得出來 柯文哲這一次 他的幾個的罩門是被人家看到的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次這個 還是有一些有勇氣的女性 在現場反對歧視女性的標語 對 他們是勇敢站出來 甚至你看到就是說 這個王婉瑜 王婉瑜感冒天下是大不惠 當場對當場下面的人 都是柯粉 對他是不利的 他敢於在台上批評柯文哲 直立有聲 我覺得我們要對他的勇氣 給予高度的讚賞 至於有人說 什麼叫職業學生 說嗆科的人是職業學生 搞清楚什麼叫做職業學生 好不好 職業學生是當時 國民黨在威權統治時期 他們拿著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 到國外去留學 然後幫國民黨的海公會寫報告 打報告 幫對那些台獨人士 打報告回台灣 做廢話 讓這些這些在海外的 支持台獨的這些學生 他們的家人在台灣 惶惶不可終日 這也是誰 馬英九 當時是國民黨海外的 波士頓通訊的他的這個主編 主比也是主編 他就在做這些 威嚇這些海外支持台灣民主 跟台獨運動的人士 所以我覺得今天搞 連什麼叫職業學生都搞不清楚 這些人拿了中山獎學軍 他們爽哈哈不用打工 幫國民黨講好話 其他的台灣學生在美國 要拼命的打工 要在餐廳洗碗 才能夠勉強維持他們的生活 這些很爽 因為他們的副職輩 都是國民黨高官 馬英九的父親是誰 馬赫林對不對 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看到 他們可以說 在海外吃香喝辣 馬英九還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還結婚 還有錢可以結婚 還可以生小孩 對 郝隆斌的父親是誰 郝伯春 這些都是官二代 拿著中山獎學金出國 爽爽的 然後回來之後 當國民黨大官 馬英九一回來 拿到哈佛博士 是當蔣基英國的英文秘書 就在總統府內行走 你有跟台灣的基層 接過地系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 這些是既得利益者 還敢說 那天 抗議柯文哲的人 是職業學生 他們現在把反科的 然後這個偏民進黨 就打成是職業學生 對 然後再來講 我必須要講 今天侯友宜 你有什麼資格 為我們談居住正義 我姑且不談你說 你這個文化有 103間套房的大群館 新北市的 石亞登陸的房地產 永和一坪五十四萬 板橋一坪五十三萬 新店一坪五十一萬 我告訴你 新北市年輕人買得起嗎 買不起來 光是去年到今年 新北市哪個區域的房價 標得最高 叫三重 三重從一坪成交價 從四十八萬 漲到五十九萬 這裡不要告訴我 是過去歷史的因素 這就是去年到今年 漲幅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三 那個地方就在三重 一般三重年輕人買得起嗎 新北市國民黨執政多久了 對 然後說這個地方 就在未來的新北市政府的 第二個新北市政府的分區的旁邊 我問你 大家會覺得 這地方一般年輕人買得起嗎 第二個地方高的市場 汐止 汐止從一坪三十四點七萬 增加到三十八點七萬 漲幅11.1% 誰在汐止的土地最多 黃國昌啊 二十三比啊 在汐止啊 水漲船高了 所以我不想想 今天你黃國昌 有什麼資格 跟我們談居住的事情 你好友誼有什麼資格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得很清楚嘛 新北的年輕人就是買不起房子 而且房價不斷的飆升 侯友誼你要負責任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啊 這場文 這場這個遊行完全歪了 郭台銘 他在六戶的信義富邦 我去查過信義富邦 最少一坪 一間喔 最少的是一百零八坪 最高的是兩百三十三坪 一間 郭台銘在信義富邦有六戶 我用最低來算一百零八坪有幾坪 六百四十八坪 六百四十八坪 六百四十八坪是我在那邊講話 會有回音會回來 對不對 這麼大的地方 對不對空間 從這個房間到那個房間 可能走路要走很久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郭台銘你需要住六戶嗎 當然你很有錢 你說我住六戶 我任性怎麼樣 問題是台灣的年輕人 對於信義富邦 可望不可及嘛 買不起嘛 你什麼資格說 他說我沒有炒房 那你需要六間房子幹嘛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這三個人 剛剛柯文哲 你在大安區有一億的房產 而且你把囤房稅往下降 你是有利於這個土地開發商 你有什麼資格含這個居住稅 所以我覺得整個這次的活動 完全的歪樓 而且人數這麼的少 我覺得大家看到了 柯文哲明天選總統的隱憂 藍綠白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已經訪美過了 那現在最具重量級的候選人 就是賴清德八月將要過境美國 那中國又跳腳抗議了 我們看到他們的外交部就說 又跟美國提出嚴陣交涉 要採取有利措施 說什麼反對台美之間任何的 什麼官方的接觸 當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是警告北京 切勿要藉故挑釁 那因為賴清德這次的身份比較特殊 他可以說是即副總統 黨主席 還有總統候選人的身份於一身 來請讓瑞德哥 美方在接待的規格上會有所顧忌嗎 我覺得美國 如果中共可能有點誤判 美國的這個態度 為什麼呢 美國雖然當然致力於改善 跟中國的關係 可是問題是 美國也不容你挑釁跟挑戰 很簡單嘛 我講坦白的 你在經濟上是他的對手嗎 中國的經濟一決不正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川普那時候 經濟制裁在關稅值 這個拉高的關稅制裁到今天 這些關稅制裁都把中共弄得 很簡單嘛 因為他發現你一年從我這邊賺了 上千億的這個美金的錢 就拿去買武器做飛彈 做航空母艦做這個 有的沒有的 然後來跟我競爭這個世界的這個霸權 所以呢 在軍事上你也不是他的對手 講白的 你雖然有什麼飛彈的 有什麼無謂的一大堆的 但是你還是落後 中國落後 美國大概一二十年以上嘛 那麼我覺得中共有時候就借題花灰 但不能花灰過了頭啦 在佩洛西訪台事件了以後 他就花灰過了頭 所以到後來就很覆水很難收嘛 所以人家怎麼辦 有本事有種 你去欺負美國人給我看看啊 你有本事你去繞嘛 你有本事你去把這個雷根號的 航空母艦戰鬥群 你也派兩個戰鬥群在旁邊繞嘛 當他說一個總統進入到白宮 叫做印證外傭的時候 他在國際外交這部分 他已經判死刑了 死當了 就是死當 沒有任何的轉折 對美國來說 對白宮來說 太是羞辱啊 難道我們各國的元首 到我們白宮就是外傭嗎 那你把這個白宮當作是什麼 當作是個組織嗎